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 之前老讲打仗的事了 今天呢咱们换个话题 聊聊乾隆和他的皇后 在雍正五年的时候 雍正做主 把傅察氏嫁给了红历 红历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啊 当年红历17岁 这傅察氏16 傅察氏嫁过去是做红历的嫡妇禁 就是正妻 其实当时啊 雍正内心早就把乾隆内定为太子了 所以呢 这个傅察氏 就是雍正帮乾隆选的 未来的皇后 大伙看这就是 傅察皇后的画像 看着还是慈眉善目的 当然了 也不可能 那个有哪个宫廷画师 敢把皇后 画的稀奇古外面目猙獰 那画呢也留不到今天 后来呢 雍正驾崩之后 乾隆登基 在乾隆二年的12月初四 乾隆给老爹雍正 服孝 提满了 然后就正式 册封傅察氏为皇后 史称是孝贤纯皇后 这个孝贤呀 这是傅察皇后死后的嗜好 怎么取这俩字呢 后边咱们会讲啊 这傅察皇后 为人非常的节俭 珠穗等式未尝佩戴 为插通草 芝蓉等画以为修饰 你讲这皇后 那还了得雍容华贵 是吧 但是呢 这傅察皇后不穿那些 带个大金链子 浑身叮当了好多珠宝 玩这套 就做一些很简单的装饰 就可以了 朴素大方 他这一套啊 乾隆很喜欢 有一回乾隆打猎的时候 就跟傅察皇后聊天 就说你看我们现在啊 现在好多人啊 以金银线索 齐成佩囊 出为爆铁用物 咱现在这是个 贵家子弟 好多用的那个香囊啊 荷包啊什么这些 都那金银线 上面纹这花纹 这也太浪费了 你想想咱们的老祖先 就像咱们现在一样 打猎 打猎为生那过的是什么苦日子 那个时候啊 你这衣服上有点那个 鹿尾绒毛 绣的图案 那就很了不起了 哎 傅察皇后呢 把这茬给寄住了 等到这年过年的时候 宋乾隆一个礼物 一个 荷包 这荷包呢 就用刚才说那个 鹿尾绒毛 去 做的 缝的图案 这种一个配囊 然后呢 仿照的是 大清入关之前 那种防复古的这种样式 浴室呢 皇上您配上了他 哎 永远不忘本 乾隆看了 高兴 这个香囊啊 乾隆待了一辈子 再有 乾隆壮年的时候 曾经有这么一回 换街 哎 就是一种皮肤病 现在说叫 皮下毛囊的这个囊肿 后来呢 治好了 太医就嘱咐 说皇上 虚养百日 元气可富 哎 您这还没好权 还要江养百日 傅察皇后听说了这个事 直接就搬到乾隆的寝宫去住了 这说一句啊 你别看皇上皇后 这是两口子 但是呢 不住一块 各自有各自的寝宫 那你想皇后在自己寝宫里住着 那多舒服啊 自己就是老大 所有人都服侍自己 但是现在呢 皇上病了 要江阳百日 这皇后啊 搬到皇上的寝宫那住去了 皇上在里间屋睡着 他呢 在外边伺候着 一天24小时 跟这宫女太监一样 就在门外边候着 皇上那有任何需求 赶紧就进去侍奉 就这样 伺候乾隆 伺候了整整一人 一百天 乾隆这身体彻底好了 皇后才放心回宫 咱们跟大家讲这些干嘛呢 就是要证明啊 这复查皇后跟乾隆 俩人感情挺好 这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 甚至影响到了乾隆的性格 我们说一个人啊 你看有的人 脾气啊 性格平和 干什么事 勒姆子的 他也不着急不上火 有的人 有的人不行 浑身充满力气 动不动就发脾气 这当然跟性格有关系 但是呢 也有一种可能 这爱发脾气这人啊 他自己过得不幸福 每天焦虑 压力太大了 这些都会极大的影响一个人的情绪 所以呢 他才爱发脾气 是因为他内心痛苦 他需要发泄 我们说乾隆呢 在乾隆13年之前 这乾隆啊 有复查皇后的陪伴 生活还是挺幸福的 所以乾隆呢 性格温和 这个执政的方式 也偏于温和 你看他把雍正了好多 所谓的酷症啊 磕症 他都给改了 还有咱们刚讲完这大小金川之战 我看有朋友就在底下评论 说这乾隆脾气挺好啊 打败仗打成这样也不着急也不杀人 其实也招过急也杀过人啊 但是总体来说 这执政的 套路啊 算是偏平和的 可是呢 从乾隆13年过后 乾隆永远失去了 这种幸福 乾隆13年发生了什么呢 傅查皇后去世 乾隆啊 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甚至改变了他的性格 也改变了整个乾隆朝执政的方向 这傅查皇后怎么去世的呢 傅查皇后的身体呀 按说还算不错 但是呢 老经受打击 在乾隆三年的时候 这一年的10月12日 傅查皇后和乾隆的第一个儿子 他俩都非常喜爱的这个小皇子 永脸 夭折了 年仅9岁 所以呢 这傅查皇后啊 受不了这个打击 大病了一场 再之后 到乾隆11年 喜讯传来 又给乾隆生了一儿子 叫永从 可是呢 好景不长 这孩子还没长到两岁 在乾隆12年的12月 这永从也夭折了 你想这经受二次打击 这傅查皇后身体彻底垮了 再次病倒 这个时候呢 本来乾隆计划 是要去 东巡 东巡往东走去哪 去山东 去 拜叶孔子趴泰山 山东啊有个讲究 说有一山一水一圣人 山就是泰山 水呢有两种说法 有说是黄河的 有说是暴徒权的 一圣人就指着孔子 乾隆就准备 去东巡 出发之前 先让这个 青天坚呀 给算算 青天坚夜观天象 然后跟皇上说 现在啊 不太好 陈昨晚夜观星象 这客星现离宫 战属中宫有省 什么意思呢 这离宫啊 天上的六颗星星 组成这么一个图案 然后呢 昨天晚上 陈看见 有一个客星 出现在了中宫的位置 这预示着啊 中宫有大难 中宫是谁呀 不就是皇后吗 所以这时候东巡呀 对皇后不利 这咱们要再强调一下啊 看天上的星象 来预示着一件事 或者是一个人的命运 这纯属是封建迷信 啊 这个 你好好锻炼身体 调节情绪 比什么都强 光看星星 治不了病 更治不了命 说回来啊 但是呢 这青天坚算完 乾隆挺高兴 说你算的对呀 皇后是有大难 是吧 这不皇子都夭折了吗 这还不是大难 可是这大难已经发生了 已经过去了 正好这时候呢 我们东巡 带皇后出去散散心 而且呢 皇后也是这个意思 说这皇上早就策划着要去东巡了 这时候因为我的身体不能去 本来还 这个盼望着啊 就带着老太后一起去登泰山 因为我耽误了 这不行 而且你说真出去了 皇上一天日理万机 那忙啊 那 侍奉太后啊 承欢至孝 这些活不都是我的吗 所以我也一定得跟着去 那就去吧 在乾隆十三年的二月 这一家人正式 出去东巡 啊 那咱们普通人叫旅游 人家那个有钱有闲的 人叫度假 皇上呢 叫东巡 去了 到泰安 爬了泰山 回来 挺高兴 再回到济南 再想往回走的时候 皇后这身体啊 撑不住了 病倒了 于是呢 不能走了 大家就停在济南 等皇后养病 连养了四天 傅查皇后不干了 皇上要赶紧 回京去处理国家大事啊 哪能因为我在济南 那么停着 不行 坚持力启程啊 我这病体反正我也不敢路 我也是躺马车上是吧 就拉着我走呗 那就走吧 一路小心翼翼 带着皇后 往京城走 走到德州的时候 德州 出爬击的那德州 乾隆放心了 为什么呢 从德州再往回走 就不用走路路了 走水路 坐船 这坐船 就没什么颠簸了 这皇后身体应该能好受一点 可是呢 没想到 登船之后 没过多久 皇后的病情是突然加重 这人呢 昏迷不醒了 后来在 3月11日 这乾隆13年啊 这皇后就去世了 年仅37岁 这皇后的去世 对乾隆是个非常大的打击 乾隆自己说 这皇后 是父皇 挑选 许配给我的 我们两个成婚22年以来 这皇后啊 孝敬父皇孝孙母后 对朕是尽心尽礼 对待下人们呢 也极其仁义 此 宫中 府中 人所尽之 可是现在呢 只此事故 朕永世内佐 痛 何人言 于是呢 乾隆追朝九日 这九天 不工作了 朕要好好悼念皇后 乾隆给傅察皇后写的这个 晚诗里边 有这么一句 圣 圣词深意孝 功捆尽称贤 这两句诗的最后两个字 孝贤 乾隆说 这孝贤二字之家名 正好符合皇后一生之 淑德 所以呢 咱们给皇后 定的侍号 就叫孝贤 所以就是孝贤皇后 其实孝贤两字啊 可不是乾隆现象 早在乾隆十年的时候 有一皇贵妃 去世了 乾隆给他定的侍号是 慧贤 慧贤皇贵妃 那个时候 这个傅察皇后就跟乾隆提议 说我还有个小请求 我觉得呢 孝贤这两个字不错 将来我百年之后 您能不能 把这孝贤两个字赐给我 当侍号呢 哎 乾隆记下了 在这个时候 完成了 傅察皇后的遗愿 有这么一本书 叫 清朝野史大观 这本书里边 也记载了 乾隆跟皇后的故事 但是呢 完全是另外一个版本 这书里说了 哎 这乾隆跟皇后 什么 这里边 脏事破事特别多 那正史能写吗 只有野史 告诉你真相 是吧 这野史里边怎么说的呢 这傅察皇后有个弟弟 叫傅恒 咱们 这个金川之战 聊了他了 说乾隆啊 这个人 不怎么样 啊 跟傅恒的夫人 思通 有一腿 扯不清楚 这这不是乱伦吗 后来有这么一年 乾隆南巡 到直立境内 直立的大概咱们今天 河北省 加山东市 呃 加天津市 这一块吧 然后呢 有这么一天晚上 皇上跟皇后 同宿在豫州之中 晚上的聊天 哎 就谈起旧事来 后 撬让被治 这皇后啊 就一直挖苦乾隆 说你呀 不是个什么好人 啊 居然跟咱弟妹私通 你还要不要脸了 你看你在朝堂上 满口的人意道德 实际上呢 一肚子难道女昌 哎呀我想想都丢人 哎这越说啊 没完没了 把乾隆说火了 乾隆大怒 逼之坠水 把这皇后啊 从船上推河里去了 哎也有说是 逼着他跳河的 那反正皇后这命没了 淹死了 等回到京城 这怎么说呢 皇后没了 乾隆不能说 哎我把他推河里了 那不行啊 所以呢 就说皇后 暴病而亡 这故事 他是不是真实的呢 反正这故事 他没边缘 你看他说乾隆 南巡的时候 发生这个事 乾隆是从乾隆16年 开始第一次南巡 而覆察皇后呢 早在乾隆13年 就已经去世了 再有呢 在覆察皇后去世之后 乾隆的很多表现 说明他跟皇后之间感情还是很深的 咱们举几个例子啊 皇后的寝宫 叫长春宫 这皇后去世之后呢 乾隆说 皇后虽然不在了 归天了 但是呢 皇后这寝宫的摆设 一点都不能改变 哎 你们还要时时去打扫 之后每一年 覆察皇后的忌日 乾隆都要到皇后的寝宫去 独自平调 怀念跟皇后以前以前的那个幸福生活 这个习惯啊 乾隆坚持了40年 再有 皇后这不是死船上了吗 这艘船名字叫清雀坊 乾隆说 这船 也得给掌精成来 这时不时的就看看 可是呢 这是一艘大船 比这承门洞大多了 那他进不来呀怎么办呢 礼部尚书海望 想了一招 咱们呢 找好多这个 巨大的圆木 把它拼接起来 搭在城墙之上 就像那个工程搭那云梯似的 把它搭起来 然后呢 在这圆木之上面 铺这个菜叶 一层又一层 铺的老后 然后呢 咱就拿这个圆木当轨道 把这船沿着圆木 往城头上拽 这个船啊 一压这个菜叶 就挤出好多菜汁来 这就当润滑剂 这船很容易就拖上来了 这么着给整京城里来了 当然呢 这个 是个传说 证实里没记载 所以是不是真的 我也没法查证 咱们今天 在承德的避暑山庄 有这么一个景点 就叫清缺坊 一艘船 也不知道这个船跟那个船 是不是一码事 再有 乾隆啊 写过很多 纪念 傅察皇后的诗句 咱们也给大家挑几手念念啊 乾隆16年 傅察皇后三周年祭日的时候 写过这么一句 岂毕新秦终不及 旧书旧见 旧相投 新秦不如旧见 你想乾隆 皇后是死了 那后宫的妃子难不多的是吗 但是这些都是新秦 他终不及皇后这样的旧见 跟朕情义相投 有很长的感情经历 再有 这傅察皇后他不是在济南那病倒的吗 所以乾隆啊 终生不再入济南城 去那伤心 在乾隆30年的时候 写了这么一首诗 四渡济南不入城 孔房一入百悲声 春三月夕分篇剧 十七年过恨未平 十七年过去了 朕依然想念着皇后 再有 在乾隆55年的时候 写过这么一首诗 平生难尽数 百岁望西烟 夏日冬之夜 远期二十年 啥意思呢 乾隆55年 这一年乾隆整整 八十岁 乾隆就感慨啊 百岁望西烟 这人还能活到一百岁吗 不能 朕也不能 所以呢 朕今年八十 活不到一百 那朕 最多最多 还能活不到二十年了 也就是说 再用不了二十年 朕就可以到九泉之下 跟皇后团聚了 再由 家庆元年 家庆当皇上 乾隆退位 成了太上皇 他带着刚登基的家庆啊 去祭奠孝贤皇后 也写了这么首诗 牧春中换义 四十八年分 朕跟小贤皇后 已经分别了 四十八年了 我知道啊 不管我举出多少例子 念多少诗句 他依然没有办法证明 乾隆啊 就跟富衡的那个夫人 从来没有过任何瓜葛 我也知道有很多人 都相信 这正史里边啊 那都是各种删改 都是假的 爷实里才是真的 这乾隆啊 你别看这几十年 哎呦 凹什么这个深情的人设 这都是装的 实际上他就是乱伦了 可是呢 比起说乾隆 假装装了几十年的 这个深情人设 我更愿意相信 乾隆跟富衡皇后之间 有过这么一段 深情的故事 咱们这一期为什么讲这么多 他们夫妻之间的事呢 哎 这不是咱风格 咱又不是一个情感类节目 是吧 那咱们是什么风格呢 咱们就是这个 没有风格 啊 为什么讲这么多这些呢 是因为啊 富衡皇后的去世 极大的改变了乾隆的性格 甚至改变了整个乾隆朝的执政方向 具体改变了什么呢 咱们下期 接着说